哎呀我的天哪 只有5%不保本的信托呢 工作日晚上 到前堂永旺来灌一圈 开业两个月了 看看刚起飞的飞机 一楼感觉还行啊 还过得去了 现在工作日啊 这里已经没有 刚开的时候播了 不过这也是废话 否则面包的时候 还是蛮好的 现在这个擦室里 没有那么夸张啊 但是这 过了很多外卖小哥 好酱 吃饭片了 你杨国服惯了吗 冰寿司还是没开啊 反正它这种 韩式考虑店挺多的 这边就已经两三家了 这家也是 韩工业也 这马上香坡也不开了吗 它这个美食 市集晚上的人也不多 它这个楼上柱子 也是够多的 之前还没仔细看 你穿生意还是合法的 这个盗状员也没有开业 也没有营业 这边的裤子 还都是空在那里 车头换点来 给菜也在一般嘛 陆大的上海一个 小心的步行街上 你看有人没 现在晚上七点钟 比那个跟啥一样 跟乡下一样的安静 你知道现在的势力 有多难吗 来 这家店 就是我去年 还一直在这边开茶馆 现在变成个洗脚店 我不知道今天咱们没开门啊 基本上除了那个 除了那个药店 除了那个美甲店 除了那个美发店 理发的 还除了可能其他 全部换了 还有我那边 我经常去吃那个面的那家 我这次出去之前还在 还去吃了 回来又没有 就很多门面 可能是一个季度就换一批人 现在的实体有多难 你别看我这个茶馆 我跟你说 租金水电加上人工费 一个月六万块钱 还要省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 茶要进行仓博了 把这些价格省下来 给省个消费者 把销量跑出来 不香吗 所以干实体的兄弟啊 你除非这个行业 他们必须在线下消费 否则吧 你真的谨慎谨慎 再谨慎 过来的人兄弟们 真的奉劝一下 你看这还是上海 你要是其他的二线城市 或者是小镇上 那更不得了 我终于被裁了 三月份 分管我们部门的大领导 被调走了 当时呢 大家就有预感 又要裁员了 只是这次会裁多少人 我们还不知道 结果到四月中旬的时候 HR拉了个群 就直接通知我们说 整个部门都被撤了 公司要和大家写上离职 因为我正打算 下个月房子到期了 然后就主动辞职 所以这个时间点 卡得也太准了 当HR给我打电话 沟通的时候 说赔偿方案是N加1 工作日期 截止到4月30号 我们提前交接完的话 后续就可以不用来了 但是考勤呢 还是正常计入 对于这个方案 我是非常满意的 相当于白拿三个月的工资 还不用上班 我就非常痛快地同意了 签字交接设备 走人一气呵成 实体生意这么难做了吗 今天路过楼下的电力店 买瓶水 正好碰见了一对母女 今天问老板 隔壁的火锅店从哪里进 老板说火锅店已经倒闭了 门口都贴着转让的牌子了 老板又说 这个火锅店的老板呢 是个80后陕北小伙 开店一年赔了100万 现在实在撑不住了 只能黯然离场 今年很多大公司 都在裁员和降薪 小公司基本上都是在亏损 和破产的边缘来回徘徊 国企央企呢 都说要获金日子 老百姓更是消费降级 买东西以前都讲究个品牌 现在都讲究个经济实惠 双十一 618也不公布销售业绩了 很多实体店 每个月赚来的钱 都不够交房租 水电 煤气费 还有很多的实体店 可以三个月就贴着转让 可以说是实体店 是三个月换一个老板 半年换一个行业 很少有赚钱的 工厂倒闭 企业裁员 导致现在的星巴克 瑞幸咖啡 图书馆里面多了很多 假装上班的中年人 房地产那边更惨 新房卖不动 二手房呢 都大幅度降价 根本没有人买 那些前几年贷款买房的朋友 现在好多连房贷都还不上了 只能拆东墙补西墙 建物卡刷报 网贷一堆 不会话又说回来 再难也得乐观面对 毕竟日子总要过下去 希望能早日迎来转机 也希望各位朋友能挺过去 国家出生里 竟然出现断崖式的暴跌 2024年 新生儿可能只有788万 而死亡人数却上升到了1200万 预计2025年的情况会更糟糕 新生儿将跌破650万这一关卡 这一串冰冷冷的数字背后 乃是我们不得不证实的人口危机 和社会难题 从医疗资源到教育体系 再到劳动力市场 每一方面都将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 就这样下去 我们或许会陷入一个老龄化社会的无底深渊 咱们是不是应该去探寻一些解决方法 扭转目前这严峻的人口态势呢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安徽博主麒麟在7月27日透露 南京的房价暴跌 成了一个大笑话 对他来说 简直是晴天霹雳 他2019年在南京购置的房产 如今只能以一半价格出售 还得开运气 麒麟表示 这普通人怎么能接受 这完全颠覆了我对房地产的认知 简直让人难以承受 他回忆说 当初购房时 有朋友劝他不要急着买 但他没听 手头有些余钱 他决定买房 然而 如今房价大幅下跌 他亏损惨重 简直讲述 他和丈夫从农村到南京打工 租房居住 2018年 丈夫生意不错 他们决定在南京定居 2019年 他们用积蓄支付了首付 购买了一套180万的房子 不久之后 2020年 丈夫生意惨淡 加上疫情 主要收入来源断绝 他们勉强支撑到 2022年 最终不得不卖房 麒麟说 当初180万买的房子 加上装修费 总共花了十几万 卖房时 挂180万 半年无人问津 中介建议降到150万 还是无人问津 到了今年 房子还挂着 依旧未卖出 我们急得不行 每月还要还房贷 问中介 对方说房子 现在只能挂80多万 打了个对折 还转了个弯 这怎么办 卖吧 亏太多 不卖吧 又还不起房贷 麒麟无奈地说 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和丈夫 为此事焦虑不已 家里的气氛 也变得十分紧张 每天都在担心 如何应对 这个沉重的经济负担 博主小马表示 2019年 南京房价极高 20多年的老房子 还能卖到 每平米3万到4万 普通人难以承受高昂房价 不少人选择在南京周边买房 小马自己也在南京周边买了房 当时每平米1万1000元 总价110万 如今房价暴跌 比南京市区跌得还猛 小马说 现在每平米只值4000到5000元 房子总价最多50万 比当初的110万 少了60万 我们打工人 怎么能承受这样的打击 60万 相当于不吃不喝干 近10年 当初真不该买房 他说 自己的经济压力骤然加大 生活质量已因此严重下降 未来的不确定性 让他心生忧虑 江西的冯女士表示 房价从280万 跌到140万 他含泪卖掉的房子 他说 2014年底 花130多万买的房子 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 次年 房价迅猛增长 他曾兴奋不已 房子买下后 住了不到两年 他们决定卖掉 当时正逢房价上涨 挂往后一周内 有5P人来看房 中介说 房价可调至280万 不愁卖 2018年 房价打顶峰 但疫情爆发后 房价暴跌 冯女士说 当时中介建议 降到200万 但她难以接受 她坚持认为 房价不会再降 结果事与愿违 直到2020年底 房价依旧下跌 2023年 疫情解封后 她期待房价回升 结果中介告知 成交价 仅在120万 到150万件 中介建议 快速出手 降价 冯女士最终 以140万成交 心都在滴血 实在没办法 她感叹 从2016年想卖房 经历三年疫情 八年时间 房价从280万 跌至140万 心都在滴血 但实在没办法 她表示 这八年间 她和家人 承受了巨大的 心理压力 生活中的许多计划 都被迫搁置 最终不得不面对现实 做出了这个无奈的决定 辽宁自媒体人 宋宇牧 近日表示 近几年 大陆房地产市场 特别不景气 风雨飘摇 卖二手房的人 最为郁闷 成交寥寥 市场不好 卖房人多 买房人少 若急于卖房 只能降价 但多数人舍不得 他们心中 充满了无奈与焦虑 但现实的经济压力 让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接受市场的严酷现实 总的来看 大陆房价的暴跌 对许多普通家庭 造成了巨大的经济 和心理负担 这种状况 不仅让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 还让他们对未来的经济前景 充满了不确定感 许多人 在房产投资上血本无归 不得不面对巨大的损失 和无尽的烦恼 今天 说到这里 喜欢们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 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